我是团长,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盯紧这个指标,做股票投资才能游泪有余 最近A股市场持续下跌 是吧,抱团股也出现了下跌 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泡沫就要破灭了 是不是要赶紧离场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根本性的判断呢 首先我们来看招商策略的一则报告 他讲今年4月份 中旬可能会成为国内风险因素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那么届时如果出现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3.5% 年内新增收容转负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2% 比特币呢,从顶部暴跌2%时进入熊市 那我们则需要高度关注A股的风险 为什么讲资产价格的时候 总是要提到一个10年期国债呢 这个指标参考意义有这么强吗 确实是这样 国债作为国家信用背书的资产 它是最安全的资产 也具有很强的避险作用 那么这里面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 是所有资产价格的锚 所有的资产价格基本上都是参照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来定价 所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波动 那么也就意味着资产价格的波动 那么美联储呢 自打美国国际化以后 就是10G以上的全球洋行 美联储大放水的时候 美元指数下息 美元同时流向世界各地 推高全世界的资产价格 当美联储回收货币的时候 美元指数上行 美元又从世界各地回流 各地的资产泡沫破灭 所以这里面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 它就变成了全球资产价格的定价基准 也是事实上的全球无风险收益率 所以关注这个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 对我们做投资呢 非常必要 那么美股呢 也跟他有密切的联系 那么对于国债收益率这个事情 但我们什么时候会买国债呢 也就是每次当大家对未来经济形势呢 心心不足的时候 认为经济会出现衰退的时候 就会大量的购买国债避险 来获得稳定的无风险收益 那么大量购买国债避险这个操作 会不断的推高国债的价格 那么国债收益率呢 会不断降低 总的来讲就是国债价格升高 意味着国债收益率下降 国债价格降低 意味着国债收益率上升 其实买的人多了 他收益率就下降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的道 那么去年 三月份美股暴跌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担心 美股暴跌 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所以大家大量的购买 美国国债避险 那么美国国债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三月份 因为全球投资的 不断买入避险呢 它跌破了1% 那么当时我们中国的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2.7左右 也几乎是全 当时在历史上的 最低水平了 所以两个国家都是这样 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看好经济了 因为疫情影响太重了 所以大量的人去购买国债 所以收益率呢 都创了新低 不过观察我们过去中国 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历史上 几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低点 后面都迎来了经济复苏 和一轮资产价格的上涨 我们看以3.2这个收益率来看 也就是最近了 就是在05年 在08年 在15年 还有就是最近 对吧 去年 去年是达到了低点 是吧 当时国债收益率创了新低 最后我们看到股市大涨 是不是 甚至部分区的楼市也大涨 为什么呢 为什么每一次 十年期国债跌到了历史低位 后面一年都会出现 资产价格的上涨 但有些年份它是股市涨 有些年份是楼市涨 有时候是楼市和股市一起涨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也就是 每次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跌破历史低位的时候 大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 就会推出 用来刺激经济 所以这些政策推出来了 那么我们说 资产价格本身就是一种货币现象 这个资产价格是船 货币是水 那么水涨才能船高 那么每一次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历史低位 第二年资产价格就迎来上涨 其实就是印钞 支持经济发展的结果 钱印多了 资产价格自然就上涨 因为收益率如果不断降低 说明大家都不看好经济 对吧 都去买国债了 那么经济怎么发展得起来呢 是吧 大家都避险了 所以会推升了大量的货币宽松政策 和财政自寄政策 那么这些政策出来 会推升资产价格的上涨 所以央行呢可能也是根据这个收益率 来制定的货币宽松也好 还是货币收紧也好 所以这个指标呢 意义就在这边 那么最后讲呢 就是每一轮资产价格上涨 发生的原因呢 其实本质上就是道理都一样的 钱多了 那么资产价格就涨 过去的20年和以前呢 也是一样的 是吧 疫情期间为了支持经济 大家各国都出现了这个 大量的这个货币和财政自寄政策 我们国家也一样 那么大量的中小型企业 对吧 拿到了极低利率的巨额资金 各种定向降准降息也大量使用 所以有些人呢 拿了这些贷款 用经营贷的方式开始炒房 所以深圳不就是这样吗 那么更多的是拿了钱呢 要去做地方的基建项目 对吧 拉动新的基建狂潮 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半年啊 铁矿石螺文钢涨得非常厉害 对吧 大宗商品涨得非常厉害 我团长之前视频也讲了 对啊 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 这个有色啊 大宗商品 这是最好的投资方向 那么最近他们的股价也在涨 有色周期股出现了大涨 是吧 因为货币政策放出来了 这些钱呢 要拥取基建的 那么基建需要大量的原材料 那你说能不涨吗 所以这是硬核的逻辑 那么最后呢 我们回个到问题啊 也就是大家讲到 泡沫到底什么时候破灭呢 对吧 那股市在跌了 怎么办呢 既然这个招商银行 这个不是招商这个证券 他讲了这个 我们看啊 就是中国十年级国贷收益率 跟美国十年级国贷收益率 这两个指标 他们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中国十年级国贷收益率 目前呢是在3.28 也没有到达3.5啊 但我们看到 国贷收益率已经出现了上行了 那之前一路下跌 已经出现上行了 那我们再看 美国十年级国贷收益率 它也在上行 进入2021年呢 美债的十年级收益率也在上行 现在是1.36 大家看 对吧 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 还在1以下呀 现在到1.36了 所以这些迹象也表明了呢 这个刺破泡沫呢 这个临近了脚步 所以国贷收益率 这个美国的十年级国贷收益率 突破2% 这美股肯定会大跌的 这是大部分人的共识啊 所以它什么时候会突破呢 那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所以大家盯紧这些指标就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呢 再重点来讲讲 这个刺破泡沫的一些 经济学的逻辑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我现在在简单 我们下期视频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